当真正照着上帝的异怒来发脾气的时候 神是会与你同在的 这就是宋上街跟彼得传道的不同地方 宋上街严正严谨 严格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神给他的同在很高 是你想都没有想到 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讲道 就在那里面 离贪污 他一直都是 大家就看到 看到谁 他都一个秀销的校长 刚刚那几个月贪污了很多钱 没有人知道 上帝用上街讲道的时候 眼睛一看就直 一直是指对那个人 他们吓死了 他们发现神的审判台 今天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了 他们对神的敬畏 对宋上街的尊敬就加倍起来了 现在弟兄姊妹 有时神这种先知性的工作 是教会所需要的 但是今天很多牧师 不要遮备人 不要得罪人 宁可各个讨好 特别是最有钱 有事 有地位的人 他们也特别讨好 所以教会的复兴 祭福不能来到 因为没有真正肯被上帝用的人 没有人 我保持人 中心 不仅 谢谢大家